That omega 是这样一个区域 Bind the volume of the solid obtained by rotating omega about the y-axis 那么要求这个体积 是由 omega 绕 y 轴旋转一圈 所得到的这个体积 那 omega 是什么部分呢 我们先把图这个区域找出来 Omega 是由 y 等于 natural log x 这样一个区域 x 等于 1 x 等于 1 这个范围 跟 y 等于 0 y 等于 0 是 x 轴 所以我们所要的是这个区域 对于这个区域呢 我们绕 y 轴旋转一圈 绕 y 轴旋转一圈呢 所得到的旋转体 变成这种样子 那这个旋转体的体积 旋转体的体积 旋转体的体积的话呢 我们的切割方式 应该是采用博客法 也就是说我的 x 给定一个 x 的时候 我们找到这个长度 那这个长度如果绕 y 轴旋转一圈的话呢 这个绕 y 轴旋转一圈 它会形成一个圆柱 这里应该画再大一点 这里会形成一个圆柱 那 y 轴旋转一圈 会形成一个圆柱 那这个圆柱呢 它的这个周长 周长的话就相当于 这个周长 周长的话是等于 2π x 那这个长度的话呢 就相当于 Nature log x 这个圆柱 我们给它一个小小的厚度 小小厚度我们叫做 dx 然后把它累积起来 x 的范围是从 1 到 1 这样累积起来 会是我们旋转体的体积 这个叫做博客法 博客法的话 我们就是相当于先算 这样一个圆柱 圆柱的面积 摊开来相当于是一个长方形 再给一个很小的厚度 就相当于薄薄一圈的体积 这个小小的厚度 我们叫 dx 所以这个是圆周 乘以它的长度 这样子 这是博客法计算体积的方式 那这里用到一个定积分 x natural log x 那它的积分 我们用分布积分 这是 natural log x 跟 x natural log 的导数 x 的反导数 2x 平方 所以是这两个相乘 这个是 2 pi 这两个相乘 2 分之 x 平方 乘以 natural log x 减掉这两个相乘的积分 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相乘会变成 2 分之 x 2 分之 x 在积分的话呢 是变成 4 分之 x 平方 积分范围 1 到 1 带进去 1带进去 2 分之 1 平方 减掉 4 分之 1 平方 减掉 1 带进去 这个是 0 减掉 负的 4 分之 1 加 4 分之 1 所以整理一下 这是 4 分之 1 平方 4 分之 1 平方 加 4 分之 1 4 分之 1 提出去 所以是 1 分之 1 的 这里是 1 加上 1 平方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是 pi 这里有 pi 所以这个体积的话呢 是等于 2 分之 pi 1 加上 1 的平方